如果我能整理出一份介绍各行各业的书单 不就等于是邀请到最强的讲师群 来为学生执拥方向吗? 大家好,我是仲佳兰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最贴近产业与职场卖斗的参考书 我们这一行阅读世界的48种角度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这十多年来 经常有学生问我 老师,我适合读这一科吗? 我毕业后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些工作的实际状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发现,对于某些工作 我能够指点一二 但是,对于另外许多工作的实际状况与最新趋势 我却不是非常了解 看着提问学生又带着问题离开 心中满是遗憾的我这样想着 各领域都有杰出人士出版过职业相关的著作 如果我能整理出一份介绍各行各业的书单 不就等于是邀请到最强的讲师群 来为学生指引方向吗? 再看到近几年的投测试题 我发现,阅读测验的取材明显朝着 热门社会议题、产业职场动态的方向靠近 而民国110年10月公告的 《统策素养导向及食物导向提行示例》中更明确指出 活文科朝向部分考题内容 以产业或职场背景 评量阅读及逻辑等应用延伸思考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现场对于阅读产业与职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着手规划了我们这一行这本书 希望这不只是一本最贴近考题趋势的参考书 也是最能帮助学生迅速了解各行各业的阅读指引 把阅读产业与职场和统策国文试题榜题相结合 是我们这一行最大的特色 也是目前市面上绝无仅有的尝试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花费的心力比一般参考书多出非常多 对身为国文老师的我来说 这是一次跨出阅读舒适圈的大挑战 要从500多本各产业书籍 近千篇文章中挑选出既符合学生程度 又能扣紧产业脉动 还可以设计为考题的教材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努力做到 在取材方面 我们这一行规划了六个大主题 涵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职业 挑选古今具代表性专业性与趣味性的作品 能够帮助学生出探产业或职场样貌 并且进一步思索未来的职业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的古典选文 能让学生看见古人的特殊专长 像是苏氏曾经设计过自来水书纵系统 水浒专中的高球是个足球高手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是手艺精湛的风筝工艺师 这些阅读材料 让古人与我们更亲近了 在试题方面 这本书的图表与素养题型非常多元 不但融入各行业热门议题 而且仿照近三年统策考题编写题目 绝对会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不但如此 我还尽量将课纲推荐古文 融入选文或选项中 只要依照进度 按部就班练习 就能轻松掌握课内外重点 以及所有题型 此外 本书每个主题都附有延伸阅读书单 老师们可以作为补充资料 或是选修课程的教材 也可以提供学生作为职业探索的阅读指南 拿到这本书的第一眼 就对它的版式设计印象非常深刻 每边非常用心的设计了半读角色 小猫熊 并且搭配选文内容设计插图和说明 还美化了图表题的视觉感受 不但使题目更接近学生的生活情境 增添趣味性 也能加强他们阅读非连续文本的能力 对学生来说 这一定是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 我相信 不管时代如何改变 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发挥所长 进而贡献社会 是每个世代不变的愿望 阅读就是一扇窗户 透过我们这一行 希望每个学生都能窥见 各行各业不同风貌 时事也更加开阔 导致 宇宙